美国最新 CPI 数据来袭 美联储加息力度是否会放缓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 Gold Markets 热点话题解析 我是 Rick 澳洲时间的 10 月 13 号 晚上的 23 点 30 分 即将公布美国的最新一期 也就是 9 月份的 CPI 数据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加息周期 大家一定都知道了 CPI 的重要性 那么 CPI 会直接影响到美联储的加息决策 以至于影响到美元 美股 以及黄金 白银等等这些大宗商品的走势 那么在数据公布之前 我们就再来大胆的分析一下 此次 CPI 数据的一个趋势 上图是从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间 CPI 与核心 CPI 的走势 不难看出从 CPI 在 2022 年的 6 月 达到最高点 9.1% 的水平之后 出现了一个缓慢的下降 目前仍然维持在 8% 以上 并且从原油的价格走势来看 CPI 下降的主要原因 还是要归功于原油价格的回落 但是反观红色的这条核心 CPI 的曲线 很明显 从今年的 6 月份之后 核心 CPI 不降 反升 这就说明在除去了食品和能源之后 通胀是在继续走高的 并且没有随着原油的价格的下降而进一步的降低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也就说明通胀已经渗透到了经济的其他领域 那么想要降低通胀就不是打压油价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份来自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 服务业减去能源之后的成本目前是在一个急速攀升的状态 相较于一年前上涨了 6.1% 并且这个趋势还在快速的上升 那么从 CPI 的这个角度来看 美联储是没有放松的机会 要不能停还要继续的维持加息的状态 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打击通胀的目标 那美联储加息是很容易的哦 一句话的事情 但是一般的经济体可受不了这么折腾 那么上面我们分析的是 通胀的形式是十分的严峻 是需要继续大力度的加息的 但是这一句猛药是否可行 还要看美国的经济是否能够撑得住 那么关于这一点 美联储已经给市场做好了预防针 告诉市场可能会出现短期的阵痛 但是有什么数据我们可以参考呢 那这就要来看一下就业数据了 以上这还有两张图片 那这两个图表也是源自于美国的劳工统计局 表一是有关于失业率 表二是有关于美国的非农业就业人口的数据 我们先来看一下失业率 在2020年的3月份之前 也就是在疫情发生之前 美国的失业率是稳定在3.5%到3.8%左右 没有超过4% 在疫情之后飙升到了14%之上 但是随着美国政府的各种放水的政策 以及刺激的方案 失业率稳步的下降 可以看到在2022年的3月份之后 失业率就保持在4%之下了 到现在半年的时间是基本稳定住了 恢复到了疫情前的一个水平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业人数 其实和失业率的走势是非常吻合的 目前就业人口已经恢复 甚至超过到了疫情前的水平 综合这两张有关就业的数据 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 美国是有继续加息的底气的 并且现在也需要加息 所以如果此次的CPI数据 微微下降甚至不下降 核心CPI继续上升的话 市场大概率会继续压持 美联储继续维持75个基点的加息力度 那么按照这个思路来推演 我们可以看多美元指数的思路 是依旧有效的 并且市场也证明了美元依旧强势 从此也可以推演出 关于美元相关的一些货币顿 美元定价的大宗商品 以及美股的走势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将要公布的 CPI的数据的一个分析 以及后续美联储的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演 那有关于具体的产品的 一个详细的情况呢 大家可以咨询我们 可以跟我们电话联系 也可以通过留言的形式 和我们取得联系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